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恆子今天出現了比較多的回套 今天想和大家講的題目是借勢回調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225點,收報28,226點 成交有916億 今天成交較上一日少了些 上一日有978億,都是900多億 上一日是因為港股高開低收 原因是,美國突然在1月3日空襲伊拉克 殺了伊朗革命維隊的指揮官 觸發了中東局勢緊張 簡單說,中東局勢緊張,令到油價上升 避險情緒升溫,所以股市會回套 上星期五的時候,跌了,今天進一步下跌 其實在上星期五的視頻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題目是空襲 內容是說,其實港股有機會回套到 去到27,800至28,000之間,尋找支持 而重要支持位,就在12月12日和13日的上升跌口 除非跌穿上升跌口,否則其實 這次是借勢調整,之後仍然有機會上升 現在的走勢跟上星期五說的形勢差不多發展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一枝陰燭劈下來,烏魂蓋頂 上星期五說到,會回到27,800至28,000水平 今天最低就見過28,054點,大概28,000 會不會進一步回套去到27,800呢? 有機會的,事實上,如果27,800至28,000 中間位就是27,900 來看,279這個區域就很重要 技術上高,是一個初步有力的支持 第一,它就是前浪頂 第一,就是11月的時候高位27,900 第二,就是在12月4日到1月3日 剛剛一個月的時間裏面 它總共上升了接近3,000點 接近3,000點 回套三分之一,大概900多1,000點 如果由這裏那天的高位28,883點 回套900多點 就是下降,就是27,900區 所以說27,800到28,000之間 這個區域,是第一級 還要支持 有機會回到的 所以明天還是有機會等一等 或者不是明天,總之還是有機會等一等 但是下降下來之後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借勢調整 市員升了很多 一個月之內急升近3,000點 借勢調整回三分之一都很正常 其二就是,如果不跌穿這個主要的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是因為聯儲局議息之後 公佈了未來一年都加息機會很低 而且其實它是變相沒有量寬明義的量寬 在購買資產 令到資產負債表升得很多 所以它在這裡這一刻 一下子衝上去 那好吧 現在回回 如果不回補完這個裂口 收在旗下的話 我都覺得 都是一個借勢調整 所以今天說 兩級裂口 278到28,000 還有這個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的底 就是12號的高位 高位就是27,048點 你當它是27,000 好記一點 即是說 如果不收在27,000之下 這個仍然是向好的 短線 27,800到28,000是支持 中線 27,000是支持 好了 這樣清楚了 講到大形勢之後 其實其他有些東西相對容易搞 你看 其實有少少避險 但是又不算很多 好像現在美國10年期債息 這樣 下降到1.7899 但是又不算很厲害 這樣升 就是說 債價不是升很多 債息不是跌很多 如果債息越跌得多 就是避險情緒越多 現在又有些 但是又不算很激 黃金就比較激 這個升得比較厲害 其實這個黃金升得比較多 不只是因為避險原因 是因為 剛才都講過 美國在做一個不是量寬的量寬 在買很多 其實短短 在去年的6、7月 資產負債表見底之後 到1月1日 其實多了4,100億 多了4,100億 多了4,100億 其實就是說 幾個月之間多這麼多 很重要 所以印銀子印得這麼多的時候 金價上升得很急 都不出奇 你看回油價 油價是不是升很多 都有升 但是 今天剛剛大概70 69.9 這一刻正在做 其實又不是真的升得很多 之前都已經一直在升上去 因為炒復甦 現在就受到這個事件影響 就是再升多一點 後市看著這個位置 72元 如果能升得穿72元 報酬 升得穿72元 油價才真的好 否則的話 可能都是差不多 又要回吐下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近年 其實出油出得最多的是 美國 俄羅斯 油組 其實都一直想油價升 其實做不到油價升 就是說 其實出產的量都很多 今次這個 心理因素影響 令它飆高了一點 是不是真的能夠足以令到油價 飆到升穿72元 這樣就要觀察 好了 你看了這麼多之後 所以回來 港股今天是有調整來 不排除再低 跌多一點 但是暫時的形勢 又不是完全轉差了 包括你看到內地股市 譬如上證指數 今天內地進行了降準 釋放了8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今天你見外圍其實都一般 的時候 上證指數都是跌不夠一點 即是不夠0.01% 浪住在上高 頭肩底形態連續 即現在是4、5個交易日 收在項線之上 確認這個突破 深淨成分股指數 今天都是連續 第三個交易日 收在4月高位 即前浪頂 4月高位之上 也都確認突破 所以A股那裡比較好 沒有什麼 即是不是太差 港股估計 受到外圍影響壓力之下 但是也會有A股那裡頂住 所以會減緩跌幅 那美股怕不怕呢 美股期貨現在大概都跌百多二百點 跟今天其實 今天港股都跌差不多1% 所以其實美股期貨現在跌差不多 不夠1% 都很合理的 但是美股你要看有兩級的 超短性就是 即是說2萬8千4 是一個支持 今晚會不會跌得穿 就算跌得穿 都不是說它立即轉弱的 因為有條上升軌 上升軌呢 大概2萬8水平 要跌得穿 條上升軌才真的轉弱 暫時來看都是借勢調整的 即是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連續升了很久了 美股就直接10月開始 都一直反覆上升 期間每次都出現過幾次的了 有些調整 好像這裏10月有一次調整下來 12月初有一次調整下來 現在是不是又是類似 有一次是這樣的調整下來呢 都有機會 但是鎮完之後 你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會鎮得穿 鎮不穿的話 它有機會再上升 總結而言 其實整個大市 可能今次是一個借勢調整來的 那些資金現在都是輪流炒作 即是還未散水得住 那今天輪流炒了些什麼呢 很多股都跌了 但是有些股都還是破頂 好像美團那樣 那事源就是大家憧憬 橫子服務公司會不會改制 就是容許這些 這些同股不同權的股份 加入來成為指數成分股了 那最熱門的那兩隻 一隻就是阿里巴巴 另外一隻就是美團 第三隻就是小米 那我估計 市場現在估計 應該說美團那個被看好 覺得它有憧憬的 有機會的 那它今天最高見過 110元9號 收了109個半 創了這個上市新高 這些股值得大家關注 好了 今天分析就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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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富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